中午的1点17分要来关心最新的消息 是立法院续审了国会改革法案 公民团体发起了集结 而在立法院外头抗议 由于传出了中山南路的路权 被国民党抢先借走了 警方特别为了周边的集会使用状况 来进行最新的说明 铃向请记者张元春来告诉我们 元春 好 持续带来关心立法院外头的最新情况 在一场里面正在处理攸关国会改革法案的相关表决 而在立法院外呢 其实也是掀起了蓝绿正反双方的争夺战 怎么会这么说 我们带你来看在记者的左手边 这边呢 其实隔着这个SNG车以及舞台的后方 是这个反对国会改革的团体 他们是租借下了青岛东 济南路以及中山南路的路权在进行城抗 而再带你来看到另外一头 我的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其实呢 可以看到隔着一条正江街的距离 那里有一台LED的转播车 而那边呢 是支持国会改革方租下的路权 他们的路权呢 是从12点 中午12点开始正式生效 而路权也会集结在这个正江街的另外一边 来进行城抗 而据了解呢 稍早前中正一分局的局长 也有出面来说明这个路权 以及集会有行的使用状况 因为其实一度传出呢 这个路权的租借有国民党的立委助理 是一度是租下了中山南路的这部分的路权 但是因为呢 反对国会改革这一方呢 是抢先租下了青岛东以及济南路 因此中间呢 是被指引说 是不是一度呢 是断掉了两边的联系 那中间如果逗留的话 会怎么样去处理呢 不过警方稍早其实也有辟谣哦 说国民党立委助理租借这个路权是误传 他们其实并没有租下 而在两点之后呢 中山南路这段的路权会正式生效 而这个路权呢 其实也是属于反对国会改革方 民间团体发起这一边的路权 但是呢 他们在管理人数上 还是会抢先 先让民众占满青岛东 以及济南路 而最后呢 再自然的外移到中山南路 而我们也据了解呢 如果两边的人马不小心站到对方路权会怎么办呢 但其实因为警方说 如果是集会有行人潮自然外移的话 也不会进行管制 而是逐步的来进行劝导 而也可以看到呢 警力是陆续集结到了这个立法院的外头 这个警力的人数呢 预计整天呢 是会出动500人左右 而因为呢 这边像是正江街隔了青岛东东侧 以及青岛东的西侧 这边刚好是正反方的团体的交会处 因此警力也是重点的分布在了 正江街口这边 也是围棋的这个巨马 以及禁止进入了这个牌子 是为了防止这个正反方的人马 有这个接触的可能 也是防止这个国会冲突 会有失控的状况 而警方呢 也是不断的宣导 希望两边都能尊重对方来发表意见 来行使这个自由发表意见的这个权利 也是希望两边不要有进一步的肢体冲突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这些情形先进头先交还棚内 好棒 好棒